交了费用,两人直接开学,场内人不多,刚好一对一。 蓝忘机平日就有练习动作挺标准,魏无羡就不一样了,他偏瘦,不过早几年也是爱运动还有点肌肉的轮廓,蛮好看的。 缺点就是他太敏感了,有部分的动作做得不是很标准,教练要上手帮他调整,还没碰到他就一躲,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手难得。 你来我往了好一会儿,还是蓝忘机看不下去走过去岛,我来吧。 也行,男人让开位置让蓝忘机上前,蓝忘机凑到他边上,双手如铁钱般调整他的姿势,没有特别用力,但就是挣脱不了。 调整好了,让魏无羡试着动动,魏无羡动了动回头去看他,是不是这样? 话语间唇擦过蓝忘机的侧脸,两人心都一跳,对视一眼。 没说什么,倒是教练打了个岔,哈哈,你们兄弟俩感情真好。 两人也没解释,接着又学了一点拳击,魏无羡觉得蛮有意思的,让蓝忘机给他拿着靶子他一顿揍。 地上铺了有阻力的垫子,活动起来有压力,打了半个小时他就累了,两条胳膊酸得不行。 蓝忘机给他捏了捏,魏无羡突发起想到,等我攻城身就可以直播让人看看。 蓝忘机点点头,也说挺好,他这回附和是想让魏无羡多来健身房。 等魏无羡真的开播之后,他就后悔了,因为来看的都是看魏无羡光膀子健身的,口水流一地。 第一天练的效果显著,魏无羡一整个下午风风火火的,晚上酸疼就上来了,吃完饭摊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 偏偏蓝忘机做得格外端正,他不服了,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要送我几个泡脚包了,不过你怎么没事啊? 快告诉我,你在强撑。 蓝忘机轻笑一声,捏了捏他的大腿,魏无羡这是久不运动,又一下子运动,太过造成的,第二天可能更严重。 他一下手魏无羡就撕了一声,你别动我,谋杀了。 蓝忘机眉头一皱,没想到这么严重,起身道,我去泡脚包,本来还想着过一会再跑,你快点,我要死了。 说着往沙发上一道,蓝忘机拿出新买的泡脚盆,接了热热的水,把泡脚包扔进去等,他们挥散开才拿出去。 魏无羡的脚拱起,用脚尖一点点去试探温度。 蓝忘机拿着个小板凳坐在他面前,魏无羡试试探探地,怕热怕烫,又不敢一下子进进去。 来来回回,蓝忘机突然出手,抓住他的脚往下一按。 嗷嗷嗷,杀人了。 不烫。 蓝忘机半条手臂也浸在热水里头,真的有点烫。 他撑不到一分钟,立马抽腿出来,动作太猛,还要挣脱蓝忘机,把水花都带了出来。 蓝忘机躲避不及,脸上被溅了一点,魏无羡哈哈大笑,赶紧抽了纸巾,给他擦干净。 蓝忘机没说什么,只看着他,要不要也进来泡泡。 童太小,魏无羡往里挪了挪,又不是泡澡,你可以泡一只。 蓝忘机,开玩笑的,好了你去工作吧。 嗯,他在一边处理工作,魏无羡戴着耳机看视频。 泡脚的确有用,蓝忘机还给他换了一次热水,运动过后,泡脚舒服得像是泡温泉。 洗澡本来想待会直播一会,毕竟还早,结果热腾腾的热水一淋,困意翻涌,都没等头发干,就想睡觉了。 撑着让蓝忘机给他吹干,眼皮不住往下掉,投靠着人的胸膛被蓝忘机扶住。 明天休息一天,后天再去。 蓝忘机凑得有点劲低声问。 魏无羡慌了一下头,不行,那个教练说不定以为我不行了,明天的去。 一天不去没什么。 不行,做人要坚持。 我现在马上就睡,明天一定可以。 加油。 好,你也早点。 说完他把自己卷一卷,就埋在被子里睡了。 蓝忘机出来的时候他睡得很沉,还哼了几声, 唇有点干。 他把人挪起来为了点水,胃无羡都不带正一下的,手脚眼皮特别重。 蓝忘机抱住他就更重了,都快喘不过气。 第二天他确实早早醒了,但疲倦得又到回去起不来,也不逞强了。 今天去不了了,假装我也去上班了吧。 他是觉得拿奶都疼,走两步都要用挪的, 这强度快赶上当兵了。 蓝忘机正打算再请一天假,被他赶了。 你快去上班吧,我就是肌肉酸痛什么事也没有。 不知道的,以为我怀了呢。 他说,怀了蓝忘机下意识看了看他的肚子。 魏无羡,不是真的怀了,看什么呢? 我知道,喉咙却不由自主地往下滑,像在想那回事似的,好在魏无羡没发觉。 魏无羡是半点不想挪动了,打算在客厅直播,等会拿外卖也方便。 蓝忘机给他把大靠枕放好,直播设备也给他弄好,盘腿坐其实也舒服不到哪里去,肌肉还更僵, 所以魏无羡选择坐在地毯上,能更大范围的活动。 我中午回来给你做饭,别点外卖。 哎,别了,就那么会午休时间,多折腾。 那我买回来。 魏无羡无奈,就想着回来是吧? 蓝忘机出门,魏无羡就把直播打开了,现在还早,没什么人看。 打开游戏匹配都要不少时间,工作日是这样,他无聊地把电视打开,接着和弹幕聊天。 宝宝怎么那么早起,昨天干嘛去了? 昨天啊,运动了一天累死我了,本来今天还要去的,但是太痛了,在家歇着。 宝宝呼呼,怎么不多睡会? 不直播也没关系的,打赏某某,昨晚睡太早了,早早就起了,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早。 魏无羡笑了笑,低头点进去匹配。 昨天不仅是拳击,还踩了几个小时的单车,大腿胀痛得不行。 他现在打游戏,连手肘都不想,敢搭着腿。 宝昨天到底做了什么运动啊? 动都不带动一下的。 我在观察宝的客厅,感觉多了不少东西,还有这个大靠枕。 大靠枕怎么了? 之前也有啊。 但是靠枕被洗锅了吧。 我记得上个月宝说他已经一个人住了,这个靠枕之前也不脏,宝看着不像这么勤快的人。 内涵我们宝不勤快是吧? 哈哈哈哈,别看太细了,真的有点恐怖。 不是啦,人家是怀疑献包跟人同居了,对手指结合之前宝宝说稳定之后通知的事情。 鸣鸣鸣鸣,操,操,操,有道理。 那这个运动就不是简单的运动吧,后面垫着靠枕,宝还腿疼,肚了。 娇娇的,我吹吹,你们自多我信你们。 三秒钟宝宝你不成亲,我就造谣开科了。 321,开始。 魏无羡全程还真没换过几个姿势,起来挪了两步又坐下去了,呲牙咧嘴的。 又觉得这样一直直播不太好意思。 我去房间里打别的游戏,等我一会。 宝宝不舒服就休息,我们不是一定要看游戏,打赏,咱我们要看的是你,看你打游戏意气风发的样子。 不舒服聊天也行,打赏。 还挺着急玫尔绍, mów。 好 。 好 。 好 。